Hello, welcome or welcome back to my class 大家好,欢迎来到或回到破用语课堂 在我平时的线上英文教学当中 我发现一些同学时常把launch的意思搞混淆 很多同学认为launch只跟一日三餐有关系 在今天课程里面 我将就此跟大家答疑解惑 同时教大家一些跟launch有关的 一些常用的口语表达 这些口语表达的意思 不都是跟吃东西有关系的 我向大家保证 大家如果能够耐心看完本期课程的话 你的口语的流利程度 以及地道程度都会大大的提升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keywords 关键词 好,这个关键词的话 就是我们的launch launch 它实际的意思是指午餐 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早餐或晚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she lunched with a new client 他与一位新顾客吃了午饭 这个地方的client指的是顾客的意思 launch用的是动词用法 就是吃午饭可以直接是launch with somebody 这个用法一般比较正式一些 我再念一遍 she lunched with a new client 他与一位新顾客吃了午饭 还有这个地方的 我们一般念成那个t 就这个地方的一个轻辅音 she lunched with a new client 同时这个地方我教大家另外一个关键词 launcheon 后面有银标的 他一般指午饭是一种比较正式的代表午饭的说法 午饭 launcheon launcheon 但这个单词只能用作名词 它不能像launch用作动词 所以看一下今天的keywords 关键词 好 接下来我们就学一些跟launch有关的 不一定只是代表吃东西的一些常用的口语表达 好 我们把这地方叫做slang and idioms slang的话 slang这个词就指的是礼语 然后呢 idiom只是习惯用于习语的意思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很简单的一个午饭 一种午饭的话 我们叫做减餐 我们英文叫做a spot of lunch a spot of lunch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why not come to my house to grab a spot of lunch 为何不来我家吃点午餐 这一方面就吃一点点 反正简单的 很简单的一点点 午饭我们都可以用 a spot of lunch 就代表我们的减餐的意思 我再念一下例句吧 why not come to my house to grab a spot of lunch 为何不来我家吃点午餐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个午饭叫做 a spot of lunch 这样子的 好这地方的a spot of 它本身的意思代表就是一点点的 后面一般是叫不可数名词 中表达比较偏英式英文 然后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I need a spot of water to continue the experiment 我要一点点水来继续此实验 这地方的water 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continue继续 experiment 代表就是实验的意思 experiment 实验 我再念一下这个例句 I need a spot of water to continue this experiment 好这个地方就是一点点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常用表达 是free lunch free lunch 意思就指的是免费的午餐 好免费的午餐 这地方free代表免费的 我们看一下例句 把这个例句的话 其实比单纯这个表达更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例句 我们来念一下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世上没免费的午餐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世上没免费的午餐 好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记住 用这个地方的lunch 代表就是午餐 记住 我们比如平时表达 世上没免费午餐 怎么说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大家理解意思了吗 好我们继续 下面一个我们想说的就是 这地方的free lunch 是怎么来的 这个单词念做saloon saloon中在loon这地方 其实的话 saloon的话 它本身意思就指的是 在美国西部或是加拿大的 30年代 或者是3040年代的那种 老的老式的酒吧 在这个酒吧的话 一般就会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午饭 但这个午饭的话 一般都是那种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 比如说炸薯小炸薯条 或者是香肠 热狗之类的 然后由于盐分比较高 很多人就会怎么样了 就会买更多的酒来喝 对不对 这样子的 于是其实就花更多的钱 或者是它那个酒的话 本来就更贵 对不对 所以那个根本就是免费的午餐 它其实在引导你更多的消费 所以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里放了saloon给他解释一下 就是给他那个讲一下 他就是这样子一种酒吧 不过现在的话 没有这样子一个酒吧了 就可能有些地方会有 可能他叫做那个宝尔 但这个saloon的话 这是有提供那个免费午餐的 不知道现在在哪些国家还有没有 比如说在那个中国大陆的话 有些地方 比如说让你去打麻将 然后呢 中国就给你提供免费的午餐 但是呢 真的是免费的吗 对不对 其实你交的一些钱 是不是就算在免的了 对不对 OK 我们继续看 下面一种说法 其实提到这种说法的话 比如刚才我讲到的那种商家使人消费的钱 我觉得有点使人想作呕 那么令人作呕怎么说呢 Blow once lunch 这地方 Blow once lunch 就是把自己吃的午餐都给吐出来了 Blow代表的是那个吹的意思 吹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 Over drinking will make him lose his lunch 喝酒过多会使他呕吐 比如说在那个saloon这个地方 你喝太多酒了 自己都会呕吐了 就是吐出来了 但这方面Blow可以换成lose这个词 你也可以换成其他词 比如说有些同学会换成launch这个词 L-A-U-N-C-H 这个单词本来是指发射的意思 你也可以说launch once lunch 就指的是吐吐的意思 就是把你的午餐给发射出来 从那个胃里面 看到没有 这个很有意思一个表达 吐吐就是把自己的午餐给吐出来了 这样子情况 OK 下面一个out to lunch out to lunch 它的意思代表魂不守舍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Pardon I didn't catch a meaning I was being out of lunch just now 抱歉我没理解你意思 我刚才不太专心 好这一方out to lunch的意思 它本来是指不在家吃饭 在外面去吃饭的意思 然后这个地方就指的是 你本来应该呆在你的身体里面 但是你的思想已经没在你身体里面了 你跑到外面去 就指魂不守舍不专心的意思 当然理解没有 所以看我刚才这个pardon 抱歉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刚才魂不守舍out to lunch这样子的 好下面一个do lunch 共进午餐的意思 它并不是指做午餐 因为大家可能看到do是不是做的意思 但这个其实表达是共进午餐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Let's talking to you Let's do lunch sometime 很高兴跟你谈话 有空我们共进午餐 好这地方的 Let's do lunch sometime 这个表达有点过时 然后意思可能有点含糊不清 可能对有些东西觉得 但它还是一个常文表达 特别是在工作人士 在商业谈判 或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朋友之间 都可以用这个表达 就是Let's do lunch sometime 就是我们有空吃吃饭吧 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平时也会这样子说 对对 记住这个表达不是指做午餐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power lunch 午餐会 午餐会就是power lunch 这边power代表就是精力的意思 或者是那种能量的意思 这就给自己的能量充充那个店的意思 就是power lunch代表午餐会 这一般是在那个商务场合有的比较多的 或者是在政治场合 就是power lunch 午餐会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re will be an important power lunch and fancy restaurant tomorrow 明天在一个奢华的餐馆会有个重要的午餐会 这地方的fancy就指是奢华的 fancy restaurant代表是奢华的餐馆的意思 power lunch 记住意思就指是那种商务或是一些政治场合的午餐会 我一般都是大人物参加的power lunch 这样子的 其实在我之前的课程里面 讲过类似的一种就叫做working lunch 或是working meal 或者也可以叫做business lunch 就是指谈工作的聚餐 这个也可以 但是相对讲power lunch的话 更加正式一些这样子的 OK我们比如说之前的课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这一方有个例句 my colleagues filled me in on our new project over the working lunch 我同时在工作餐时间 给我汇报了我们的最新的项目 这样子的OK 好之前我有节课专门讲聚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表达 OK好 最后一个就代表是 击败某人居然也可以跟lunch有关系 英文是eat wants lunch eat wants lunch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she studied so hard she doesn't want her laziness eat her lunch 她学习很努力 她不想让懒惰击败她 好这地方的laziness 就是懒惰的名词 就击败她eat wants lunch 其实这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 把你的午餐都吃了 就没力气了 就把你击败的意思 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把你的午餐都给你吃了 同时这个表达还有种意思就代表是 在商业英语的领域就代表是 蚕食某个团体或公司的份额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Apple has been eating Samsung's lunch 苹果公司一直在蚕食三星的市场 对不对 这样子一个表达也行的 所以今天的launch的表达 大家学会了吗 希望大家不要让你的懒惰 eat your lunch 吃掉你或是战胜你 所以要坚持学英语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 可以给我点赞收藏转发或留言 点击视频右下方的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右边小铃铛 就其实收到我最新的视频通知了 OK 如果你看不到YouTube视频 可以在B站搜生活英文教训就找到了 或者加我的微信 All right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